一开口就谈蔡总统政绩 行政院长苏贞昌选后 第一个公开行程 被问到内阁改组 一句坚守岗位已经给了答案 至于年后是否内阁改组 谁又适合担任绿营下一任 党主席苏贞昌没有回答 只是回顾过去 九合一选后成绩单 2014年蓝营大败 当时党主席马英九选后四天下台 行政院长江一化选后第二天内阁总辞 2018年绿营大败 党主席蔡英文当晚请辞 行政院长赖清德选后48天内阁总辞 而今次2022绿营大叔 党主席蔡英文同样当晚请辞 内阁改组声浪四起 已经传出明年会有一波改组 内阁的改组我想也是迟早的事 那不会说一定是英俗体系 我想其实民进党是大家的 国家也是大家的 这个部分自然党内会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蔡总统即便请辞了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职务 但是后续的这个党主席之争 我想他们内部各个派系都在摩拳擦掌 合纵拥衡 被点名未来入阁任门人选 像是基隆市长林又昌 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 屏东县长潘孟安 桃园市长郑文灿 统统都是卸任县市长 因为有执政经验适合入阁 但也被批评是败选入阁 九互一选战落幕 茶火里的风暴酝酿中 欢宇新闻郭思文宋直宁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